这是勇敢者的运动 他们是勇于战胜自我的人 跨越障碍 挑战极限 滑翔伞 高空跳伞 攀岩 滑板 滑水 潜水 中国极限运动高手 带您感受绝无仅有的极限体验 敬请关注流行无限 中国极限运动高手 回归地球生命的摇篮 发现惊喜令雨浩瀚 这是一项令人心持神往的极限运动 因为原来形容都太苍白了 嗡那声就一下进入到心肩地的感觉 原本的骨科医生为何会最先于这些事业 我属于比较固执 比较匠 比较相信自己 总认为自己能成功能行 挑战恐惧 超越自我 女记者能否实现大海中畅游的梦想 别推我 不推你 不害怕 我不会跳 敬请关注流行无限 中国极限运动高手于祥坤 带您潜心海洋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海洋世界精彩分成神秘莫测 人们对于神秘的海洋 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向往 今天一项极限运动 可以充分地满足人们这一好奇心 让人们畅游于海洋世界 感受它的神奇和壮丽 这就是潜水 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人物于香坤 他不仅自己喜欢潜水 还想方设法地让其他人也了解潜水 并喜欢上潜水 这项运动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魅力 他又为何对潜水如此痴迷呢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 但人类已探知的海底只有百分之五 已发现的海洋生物还不到百分之十 深海对于人类来讲 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也许正是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好奇与向往 一项极限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推崇 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让人充分感受海洋的神奇浪漫与自由 这项运动就是潜水 在辽宁省大连市有一位中国潜水高手于祥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于祥昆身上有许多北方人的特质 身材壮硕 快人快语 对待喜感的神情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 我们见到他时 他正要动身去海南三亚 考察一处新的潜水地点 每次我们要是去发掘一个新的潜点的时候 必须是我们自己亲自先下去看 是您一个人去吗 没有 我带我的教练去 两个人 最少有两个人去 也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况 您都考察一下 去了以后主要去看一下当地的水温 水深和海底下的什么地质 比如说沙底 礁石底 底下有什么动物 有鱼 还是珊瑚 还是海草 然后就是水流 每个季节不同的时间 它水流是不一样的 海南三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潜水基地 于想坤对这里并不陌生 但他以前来都是在冬季 夏季这里的海水情况怎么样 他得实地看一看 于是我们设置组也决定 加入到这次考察中 为了给学员开辟新的潜水点 于想坤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去潜水 从海参崴到石八丹 从塞班岛到台湾等 入航十一年里 他已经在国内外开发了四十多处潜水点 培养了近一千名潜水员 并且他还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 被国际潜协认可的兵潜教练 在潜水上的突出贡献和能力 让他成为中国首批潜水教官与考官 目前中国只有不到二十人 具备这项资格 而于想坤是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 下去估计会待多长时间 我估计在三四十分钟吧 一次要下三四十分钟 那能下多深呢 大概估计应该在十几米 不到二十米吧 估计今天这一趟应该会很顺利吧 应该问题不大 好 那祝您成功 好 谢谢 好 可以了 随着浪花的溅落 于想坤潜入了海 事后他告诉我们 潜水的感觉是任何其他运动无法替代的 置身于海洋 人可以不再受重力的束缚 任意遨游 仿佛就像进入了太空 但这里不像太空那样孤寂 而是处处生机勃勃 面对这些千奇百怪的海底生物 潜水者就像探险家一样 不断收获着惊喜 同时当潜水者放慢呼吸 他还会听到一种声音 像是大海遥远的呼唤 这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切身体会 潜水除了带给人奇妙的感受 它还有健身减肥 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 这些都是潜水运动的魅力所在 好像看到余教练的脚谱出现了 有气泡 余教练 怎么样感觉 挺好的 经过三十分钟 余祥坤的这次潜水考察完成 很适合 温度很适合潜水 漂亮吗 余教练 还挺好的 挺素地的 您在下面这么长时间让我好担心 没关系 习惯了 下面的水框怎么样 总的来说情况还不错 刚才下到了多深呢 差不多十七八米吧 看到了珊瑚 还有些小鱼都看到了 那您考察了这么长时间 感觉这适合做一个潜点吗 我认为这适合做一个初级潜点 因为它水第一不太深 只有一个差不多 目前有十八米的深度 水温不要不错 你看我现在穿着你就应该知道了 下面很舒适 对 哪怕就是那种 怕冷的女孩子都没关系 余祥坤考察的潜水点 主要集中在热带地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里的水温对人比较适宜 有利于潜水员的海底体验 不过余祥坤潜水可不光是在温水里 他还能潜入寒冷自古的冰河里 目前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国际潜协 被承认并授权的冰潜教练 我们在冰面上用电锯切开一个三角形的口子 然后我们下进导潜绳 人顺着导潜绳下去 在下面不管潜到哪里 必须回到导潜绳 顺着导潜绳上来 也就是原位上升 不在原位上它上不来 它冰底下 还是有危险的 有一定的危险 为什么呢 它就担心你找不到那个口 但是在我们训练的科目当中 就必须能原位找回来 找不回来就麻烦了 是要经过学习的 对对对 冰潜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潜水活动 零度左右的水温 会迅速消耗潜水员的体能 并且厚厚的冰层 还会把潜水员隔绝在水面以下 这些都要求潜水员 要具备比较高的技能和身体素质 受气候的影响 冰潜只能在北方的冬季开展 冰潜和我们这部普通潜水 它这个乐趣到底在哪儿 区别在哪儿 你想一想 有一层冰 我们就像在陆地上一样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中性浮力以后 倒过来 脚在上面 头在下面 但踩在冰面上 我们倒立着行走 这时候就感觉整个世界是颠倒的 你能不能想象到这种感觉 你是指我们人这是冰面 我们人是倒立着这样在冰上走吗 在水下 对 人脚踩着冰 踩在下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然后看着气泡在冰底汇集 这个感觉 你感觉整个世界就已经颠倒过来了 很新奇 对 这是一种乐趣 另外呢 在冰潜的时候 因为冬天水温非常低 比如说鱼啊 还有这些海底生物 它也不愿意动 你可以近距离去观察它 所以这种感觉是 很玄妙的一种感觉 观察海底千字百态的生物 是余祥坤爱潜水的原因之一 通过这样的观察 人和海洋生物之间 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 为了让杨阳体会到这一点 余祥坤带她来到了海洋馆 这里就有一位余祥坤的老朋友 太好玩了 我能跟她接触一下吗 可以啊 应该没问题的 你这样让她亲你脸一下吧 亲我 对 可以吗 可以啊 你到这坐一下 坐在这是吗 对 你尽量就是 你坐这以后脸往外探一下 第一次吧 对 第一次 第一次跟白京亲 第一次跟白京这么近距离接触 好 脸稍微往外测一点 对 给她一个角度 OK 不是合理的吗 真了 你好 起来 亲一下 她好大劲 咸咸到海水的味道 感觉白京可不可爱 感觉很好 她很有善 很可爱 只能说你没有经验 多亲几次就好了 像白京这样的大型海洋生物 于祥坤经常接触 其中给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2013年年初 在东南亚的宿物等 那一次她见到了巨型海洋生物 金沙 我们在水下的时候 她根本不在乎 因为那个水分比较热 我又没有穿潜服 我穿着那个泳衣 所以我的皮肤和金沙的皮肤 都直接皮对皮地错过去了 什么感觉 就是有种 就过电影搜索的感觉 这是我的心理作用 实际上它是这个 金沙的皮肤很滑 摸起像东风脑一样的感觉 特别滑溜 你遇到的那个金沙 大概有多长 差不多有七八米吧 金沙是最大的鱼类 体长一般在十米左右 除了白色斑点 是它显出的特征 金沙还有一个巨大的嘴 里面长满了上千颗细小的牙齿 能与金沙共同畅游海底 于祥坤体会到了 前所未有的神奇 这成为它记忆中 最美妙的一次潜水 你不害怕吗 见到这样的巨型生物 不害怕 因为它本身的这种鱼类 它就是吃浮游生物的 它也不攻击人 它可能特别奔顺 但是如果说这个金沙 它没有见过太多潜水员 它见到你会 它会躲开 它就会离你远远的 就离开了 那这个金沙是贴着你过去的 说明它经常见到潜水员 对 而且它发现 潜水员对它很友善 所以它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顾及 你潜水员在身边看 你去拍照 去录像 甚至就是你就 当然了 我们不建议去摸它 海洋生物最好不摸它 但如果是不小心 就是它有意的 或者是无意的碰你 蹭你去 那当然你就中奖了 它亲近你可以 但你最好不要去触碰它 对 我们在给它拍照的时候 我们都不打闪光灯的 我们怕刺上它的眼睛 或者是惊吓着它 所以说 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接近 和它在海里共存 当人们熟练掌握了潜水技能后 不仅可以观赏海洋生物 还可以在水下举行婚礼 设立邮局 2009年 马尔代夫甚至把内阁会议 都搬到了水下 人们的创意 让水下世界变得更精彩 为了了解潜水的奇妙感受 之前曾成功挑战跳伞 攀岩等极限运动的羊羊 这回自然也要大胆试一试 不过对于从未潜过水 又怕水的他来说 一开始就想下海潜水 是不可能的 于是余祥坤按照初学者的潜水课程 带他来到了训练基地 开始教他潜水的第一课 如果是陆地上的运动 人负重30斤很快就会累 但潜水不同 只要入水后调整好服力 之前的重力就会变为零 所以初学者无论力气大小 志向运动都可以尝试 此外潜水运动还有一个特点 即使初学者不会游泳 也照样可以学潜水 并且不少人还是先会潜水 后会游泳的 潜水能帮助人熟悉水下的感觉 穿戴好潜水装备后 于祥坤带着羊羊下水了 按照休闲潜水课程 于祥坤首先要教的是水下呼吸 水下呼吸不仅是 所有潜水动作的基础 更关系到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是潜水课程的重点之一 水游这么浅 一共是一米六深 你都一米七几了 把脸呢摸到水里 尝试第一次水下呼吸 身体往前前 不害怕 脸摸进去 我把着你呢 前前地摸到水里 OK 是不是很简单 还有一个 在水下呢很好很舒服 一定要这个手势OK 你说很棒很棒 你这个手势吧 对我来说就是向上 我就要给你拿出来 你给我这个手势就要出水了 我就给你拽上来 所以在水下不要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 OK 好 这就是向上 向下 停 再试试 把脸摸到水里 学习水下呼吸时 潜水初学者往往由于过度紧张 控制不好呼吸节奏 因此上浮或下潜时 会不自觉地憋气 这点一定要纠正 对于潜水者而言 潜水时憋气 会严重伤害肺部 因此潜水时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保持呼吸 好 感觉怎么样跟我说 我感觉我呼吸了几次 在水下 对 没关系 你要叼着这个东西 一定要想象着它就是你的嘴 不然会想把它松开 其实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是你有上以来 第一次在水底下呼吸吧 是不是 对 没有关系的 试一下 潜水 潜水从性质上分为专业潜水和休闲潜水 潜者针对水下打捞 救援以及探险 后者主要以娱乐为目的 这两种潜水的基础课程相同 但后期 专专业潜水会在技术和经验上有更高要求 休闲潜水并非竞技项目 它规定的极限深度是40米 一旦超过这个安全深度 人会感到呼吸困难 全身器官受挤压 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 潜水需要循序渐进 游潜入身 经过反复练习 洋洋渐渐适应了水下呼吸 她紧张的心情开始放缩 就在她感觉不入家境时 一项真正的挑战却在后面挡着她 对于怕水的学员 于祥坤为他们安排的第二项学习内容是 背方入水 通过这项学习 初学者可以克服对水的恐惧 不过这项内容通常进行起来比较困难 蹲下来 慢慢蹲 退后 往后退 退一点往后 别退 我不退 退一点 保证不退你 我从来不退人 你放心 半蹲 向下半蹲 向下半蹲 OK 再蹲 再蹲 好 往后倒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一个倒的动作就可以了 被帆入水对洋洋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内心的恐惧 却让洋洋咫尺不敢尝试 我害怕 好多水有空气的 我鼻子不会枪神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思想经历很大斗争 这样背面 我不下去就不行 往后坐 往后坐 我害怕 你可以往后给他退 就这个感觉 就这个感觉 整整二十分钟过去了 洋洋始终无法逾越内心的障碍 其实 像这样的初学者 于祥坤经常遇到 没什么了不起 对待他们 于祥坤不会更推下水 更不会放弃 好 他要通过示范和鼓舞 让初学者自己完成挑战 一 二 三 走 没有问题 走 一咬牙 下蹲 下蹲 往后点 过了这卡就天堂 可以翻 可以翻 在于祥坤的反复鼓舞下 洋洋决定在最后示范 这回她能成功吗 我要是 来 一点点 好 一 二 倒 好 好 好 怎么样 我要再跳一次 一 二 三 一瞬间统剧全部发作 从刚开始不敢入水 到后来想再次尝试 洋洋的内心 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通过这种训练 许多初学者 都克服了对水的恐惧 当你鼓足勇气 记住要领 跳下去那一瞬间 你会觉得水 软绵绵的拥抱着你 瞬间被水拥抱的感觉 很幸福很快乐 而且挑战自己的那种成就感 会让你特别的幸福 一次旅行 让他依然辞掉了医生的工作 是不务正业 还是汹涌成竹 那那个时候辞职 家里没有什么反对 不知道 父母不知道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 活不沉重了 面对潜水事业上的窘境 他会用什么方法扭转 所有人都来了都说 哎 潜水啊我会 我说你怎么选 我一个不能扎十米 流行不限精彩继续 来咱们继续 海边长大的孩子基本都会游泳 于祥坤也不例外 于祥坤1971年出生在滨海城市大连 刚学会走路时 父母就带着他在海滩上玩 长到四五岁后 他就开始跟着小伙伴们 学习游泳 那时海边的孩子学游泳 很少有人教 都靠自己边玩边去 当时怎么呢 我在那海滩上跑 就突然掉到坑里了 海滩上有坑 砂坑 对 砂坑 就突然掉进去墨头了 当时就手忙脚乱的 就顺着坑边就爬出来了 那时候那个小孩 不像现在这么娇贵 很皮实 从此以后就会憋气砸猛了 就是不管就是多伸水 就一头就拱下去 拱完再爬上来 就这么着 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胆小 人小的时候胆挺大 现在回头再想一想 你说当年那时候掉大坑里 没出来的时候 还哪有我今天 1994年 于祥坤从大连医科大学毕业 在大连一家医院 做了一名骨科医生 忙碌的工作 让他很少有时间 再去海边玩 但在他内心 大海承载了他太多的美好记忆 他对海依然充满着渴望 1999年 于祥坤利用休假到海南旅行 这次旅程 让于祥坤体验到了 真正意义上的潜水 并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混迹 我那种导游招揽 说是体验潜水 那你当时听到什么反应 我说这好啊 这有机会 因为我从小就有人念头 我就看人背着瓶子那种潜水 就非常的羡慕 我自己总觉得我水性又好 我又会肤浅 我估计这个东西 我上手就应该行吧 后来在这花钱就体验了 多少钱当时 400多块钱吧 那还是挺贵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好像咱整个国内 别的地方没有 就唯独海南开展 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的休闲潜水刚起步不久 很少有人了解这项浪漫运 实际上潜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作为运动项目 它却是从1959年开始 那时潜水运动被列入 国家体育运动项目 其目的是为生产服务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潜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种 它还演变成一种时尚运动 1995年 随着中国国际潜水俱乐部的成立 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三亚市 率先撑起了中国休闲潜水的大气 当年在海南旅游的于向坤 虽然渣蟒子厉害 但他那时对休闲潜水却很陌生 这穿上泳衣 背上气瓶 正儿八经去潜水 他还是讨厌 被气瓶下水以后 正常也是正常呼吸应该 对啊 我一开始我不懂 我吸口气能憋上一分钟 还像您之前憋气那样 对 然后教练一看这不行 如果这样我最后还没费多少气 他的气都了了 再加上他就不让 给我攥上去了 告诉你潜水要保持呼吸 第一你不能憋气 对你身体不好 第二你这里气很够 你用不着憋 所以我第一次要省点气 多在地儿待一会儿 他不让 反正第一次那个潜水啊 我记得永远忙不了 海底壮丽的美景 让于祥坤的潜水情节 一发不可收拾 他觉得这么富有魅力的运动 应该推广 让更多人都有机会 去体验潜水 而不仅仅局限于海南一个地方 因此回到大脸后不久 于祥坤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辞职 那那个时候辞职 家里没有什么反对 不知道 父母不知道 不知道 你胆子够大的 不知道 那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 好长好长时间才知道 好长时间那说了什么 妈倒是哭了几场 哭了 哭了几场嘛 就觉得 本身她觉得后继有人嘛 她是神经内科的主任 就是非比喻学医 她总说金饭碗 铁饭碗 不如咱焦皮饭碗 说学医是焦皮饭碗 就是到任何时候都有口饭吃 母亲又反对 你那时候怎么想呢 就是我属于比较固执 比较将 也比较相信自己 觉得自己能行的这种人 就是有点对自己看得太重了吧 总认为自己能成功能行 就有没有劝你回去 或者还做这一行业 已经不想回去了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活活沉重了 铁了心了 对 铁了心的于祥坤辞职后 干起了他向往已久的潜水行业 为此 他又多次到海南细口学习潜水 然后在大连附近 四处寻找潜水地点 忙活了近一年 虽然很辛苦 但于祥坤却乐此不疲 2002年 于祥坤的潜水俱乐部 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批 他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国家遣邪就给了一个屁纹 当时从北京拿着屁纹回来 可以说用两只手 从火车上 用两只手捧着回到大连 就觉得非常自豪 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很满足感 就觉得我这一步一步做了一件事 我就心里觉得很自豪 做成了 做成了 然后到工商局 也很顺利地拿到了营业执照 怀揣着创业的激情 于祥坤愁愁满志 他下决心 一定要把俱乐部经营好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给于祥坤泼了一盆冷水 当初想得太理想化了 俱乐部既然成立了吧 麻雀小五丈就得全 所以搞到最后 就租了一个三层楼 地下室是仓库 一楼是卖场 二楼是办公室和教室 搞得还不错 结果 很全面 对 把自己就给绑起来了 开得不顺利吗 一个星期招一个学生 那么一个月招四个学生 这样的话 他所挣的钱 就是哪怕全部都是利润 没有成本 一分钱成本没有 全部是利润的话 也不够俱乐部支撑的 来学潜水的人少 这让于祥坤陷入了困境 这种困境 也和于祥坤的 严格要求有关 他要求潜水员 要经过正规培训 并考取潜水证 不能再像过去的一步 但当时很多人对此 并不理解 那个时候大连对潜水的运动项目了解吗 按理说 我认为大连人对潜水应该格外接受 因为是个海边城市 很多人都会用 像我一样 我是真正以我自己的设身处地 这个想法去想别人的 但恰恰这个是优点 都有这个基础 也是缺点 他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来了都说 潜水啊 我会 我说你怎么潜 我一个猛砸十米 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 跟你最初的时候那时候一样 是一样的 对 都觉得潜水对我来说太简单 你就教教我 你不用领我去练 你就用嘴跟我说说 说完以后我就能去做 都这么 想得很简单 都是这么 就觉得这么自信 所以说这一下就陷入困境了 这种困境一直持续了四年 每年都要亏本十多万 但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 余祥坤一直在苦苦支撑 他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终究会接受这个新事物 支撑民一直在亏损的情况下 走下去的这种动力是什么 虽然我教的人还达不到我的标准少 但是就少这些人学得很好 玩得很开心 他们会影响他们周围的人 我就想好 现在我少一点一点 多了以后一点 连成面了以后就滚雪球了 我看我那么扛重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还是是安慰自己安慰别人 我真这么想的 因为我就觉得潜水 那国外的潜水 人家都这么火 咱中国的潜水就这么不火 就是因为是才开始 那么而且我又恰恰已经站在潮流前面了 我已经学得比较早了 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坚持住 那不就最后大浪淘沙 淘的最后不是真金了吗 大浪淘沙的信念 支撑着于祥坤继续走下去 2006年 于祥坤终于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 他策划了中国首届海底争法赛 设置来水下自行车 水下跨栏 水下足球当比赛项目 耳目一新的形式 别出新材的设计 吸引来大众和媒体的怒惑 其中最吸引人 最刺激的一项比赛 就是沙口夺牙 比赛时三颗人造鲨鱼牙被绑在水中 参赛者许纵身跳入鲨鱼池 分别取得这三颗鲨鱼牙后返回 速度最快者胜出 不到100平米的鲨鱼池里 聚集着十多条鲨鱼 而且各个有三四名长 面对这些虎视眈眈 巨齿獠牙的庞然大悟 当时的现场被一层恐怖的气氛笼罩 这里的鲨鱼是三种状态 一种在水面上游 你在水面上会看到起 一种在水中间游 你在中间你会看到鲨鱼迎着你来了 一种在水底下游 你落到底下看还有鲨鱼过来 所以说就相当于海陆空 三个阶层上都有鲨鱼 你躲不开它 就听着我都觉得毛骨手蓝 而且 这个鲨鱼你看它在白尾巴 你看它游来游去在白尾巴 这个时候你看就很好看 但实际在水里的时候可吓人了 这个鲨鱼白尾巴的时候 就像用鞭子抽鞭子的声音一样 声音很大的 就你进去之后可以听到这种声音 我们现在在外面是听不到的 在水里面那声音传得非常快非常远 很远 比如说一百米之外有一个声响 你两个耳子会同时听到 你都分不清声音从哪个方向来的 所以说这个鲨鱼游去一百米 就像山嘴巴一样 而且一条就这样了 十几条 是不是像放鞭炮一样 不停地扇来摆去的 面对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甚至出现了选手临时退赛的情况 沙口多雅的创意者余祥坤 那时也同样紧张 不过正所谓意高人胆大 赛前他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所以对比赛的安全问题 余祥坤有充足的把握 透露个小秘密 实际我们给鲨鱼喂得很饱 让鲨鱼提前吃得很饱 甚至天使人把肉喂给他的时候 他都会把脑脸转到一边 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下去 鲨鱼就懒洋洋地围着我们转 这是一种准备工作 对 但选手知道吗 选手不知道 为了确保美赛的安全 除了把鲨鱼喂饱外了 还有第二道保险 那就是余祥坤对鲨鱼习性的了解 世界上约有380种鲨鱼 但主动会攻击人的只有30种 余祥坤选用的鲨鱼 都是性情相对温顺的 并且都是人工饲养长大的 几乎不会对潜水员构成威胁 为了证明这一点 余祥坤还在赛前多次跳入鲨鱼池 亲身做实验 因为这个比赛我先下去 我先下去以后就在最边 您先下去 对 我在最边那个柱子里面做保护 他们有自己规划的路线 有的选手是我从近往远 有的选手是直接奔到最远 我在最远处那边保护 还有我一个助手在最近的地方保护 中间不用保护 然后我们在水下一个摄影师 两个保护人员再加上选手 实际准备工作 我们已经做得很充分了 安保措施做得也没问题 但是选手不知道 所以我对设计这个动作 当时 你心里没捏一把汗吗 当时这么想的 反正是我设计的 我们去来做的 那么我们先模拟 当我们模拟完了 并且我和我们同事在保护 就是我们就真有这种想法 就鲨鱼冲过来以后 我们要挡在前面 很精彩 很震撼 很刺激 很吓人的 外面那个记者也好 游客也好 就是这外面人已经满了 就是这个外面 根本看不到一点点空地 然后尖叫声无数 这次海底争霸赛 不仅在大连当地 掀起不小的波澜 还吸引了世界众多媒体的 观众 一时间 鲨鱼 潜水 争霸 成了网络搜索的车门词汇 通过这次惊险自己的比赛 余祥坤的潜水事业 也迎来了主击 这个争霸赛之后 您的学员就多了起来了吗 要是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有点井喷的状态 井喷 对 因为之前 比如说我一个星期 来一个学生 一个月三五个 后来这一下子一个月 你想达到三五十个 都是通过这个争霸赛 增加了很多爱好者 全国各地来 有四川来的 有上海来的 有北京来的 就是外地学员就多了 之前我只教大连本地的 甚至只教自己的熟人 朋友介绍的 现在就全国各地都有了 对 现在就有本地 水事业逐步升温 时至今日 他教过的学员 已经将近千人 当然 这其中最新进的一名 就是杨洋 按照初级潜水的训练课程 在水下呼吸和被翻入水 都掌握后 接下来初学者要学习 如何在水中控制浮力 那么现在我们学下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叫 中性浮力发泄旋轴 在水中旋浮叫中性浮力 然后旋轴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气泉放进 趴在水底下 这个时候你还有个气囊 就是你的肺 有点感觉有点吸气 当你一吸气的时候 人就往上走了 细长缓慢的呼吸 起降 起降 这样的 这个动作学好了以后 你就和鱼一样 在水中任何一个高度 可以保持中性浮力 非常轻松 你就不会觉得你有重量 很简单 就是要让自己固定在水里的 一个高度上 对 不然白就在中间飘着 你沉到底了 对吧 不然你在水面上飘着 你下不去 就控制自己在水里的位置 控制自己的浮力 好 好 试一试 好 好 下水 中性浮力 会让潜水员 感到类似失重的状态 就像和波浪融为一体 因此 它要求潜水员 呼吸缓慢而深 全身放松 初学者 只有学好这个技巧 才能在水中自在地熬涌 同时还能避免伤害 水中脆弱的生物 当浮出水面休息时 中性浮力还可以帮助潜水员 缓解体力 这把豆子做得特别规范 特别好 是吗 这一般的好 非常非常好 感觉很好 这个过程千万不能怕 一定要掌握教练的要领 感觉自己真的像一个笑皮球一样 随着自己的呼吸 然后感觉自己可以缓慢地上沉下浮 我感觉特别好 固长 在水面固长不是这样鼓 是这样鼓 休闲潜水的课场分为理论知识和水下实践 初学者一般三到五天就能基本掌握 然后就可以在教练的陪伴下到开放水域潜水 这里还涉及潜水运动的另一个特质 潜伴制度 因为潜水会偶尔遭遇意外 渔网缠绕迷失方向等等 潜伴可以帮助你解决或及时寻求救援 所以无论经验多么丰富的潜水员 一定要遵循潜伴制度 不是特殊情况绝不能单独行动 在于祥坤的指导下 经过两堂课的学习 杨阳已经基本掌握了潜水的要点 接下来于祥坤将兑现她的承诺 带她到大海里去潜水 女记者带您在大海中感受潜水的魅力 期待我的第一次海下体验一定会是特别美好的感受 等我回来 未来潜水运动的发展空间会有多大 家长让孩子去学学会带给她一个终身的 一个有意的爱好 流行无限精彩继续 大连星海岸 今天杨阳将在这里下海潜水 与此前在封闭式水域的训练不同 海水的深度增加了 温度降低了 并且还会伴有暗流 所以这次潜水对杨阳来说 又将是一次新的挑战 期待我的第一次海下体验一定会是特别美好的感受 等我回来 向后倒 倒 OK 好的 走了 一开始下海 杨阳还有些害怕 在水面上折腾了四五分钟 始终下不去 最后在于祥坤的帮助下 她才下潜成功 这时另一个世界出现在杨阳眼前 在于祥坤的保护下 杨阳下潜到七米深的海底 这是一个初学者的正常深度 二十分钟后 在海下长游了近二百米的杨阳 顺利返回岸边 满载而归 难以形容在海底下的感受 到手里拿了好的东西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有什么感受累不累 教练你对我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挺好 吃吧 动作表现还是不错的 值得咬呼吸器 而且你呼吸器掉了以后 也知道很轻松地捡回来再吐气 而且在你发现那个一拉罐的时候 你很主动过去将一拉罐捡起来 我觉得这个举动是非常值得表扬的 因为我们一个什么理念呢 每培养一个合格的潜水员 就增加一个海洋 所以当你下水捡一拉罐的时候 我感觉非常好 在六天的拍摄期间 杨阳从当初怕水 到如今敢下海潜水 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自我超越 同时这次海底之旅 也让他爱上了这项极限运动 我觉得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真的完全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只有海底 只有大海 只有潜水能带个往这么好的感受 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试一试 都说潜水运动是运动鸦片 它是一种蓝色鸦片运动 我看今天你就是有点 已经开始中了鸦片的毒了 有点运动 我相信逐渐逐渐会越来越深的 我觉得这项运动 适合很多年龄的人 是 它没有代沟 从满六周岁就可以参加潜水活动 年龄尚不封顶 只要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有的老潜水员 可能都七十八十都可以 潜水能带给人巨大的精神享受 无论你年纪大小身体强弱 一进入海的怀抱 都会得到同等的对待 这也是潜水这项运动 能蜂蜜世界的原因之一 总有神秘的东西 总会有无穷无尽的好奇 就觉得自己心跳动慢了 然后整个世界 就是感觉只有你自己那样的 可以说是寧静也好 安静也好 它有一样的生命 心情啊 压力啊 会突然间的释放 根据国际潜水协会的统计 全世界至少有一千万持政潜水员 但中国的潜水员数量 只占到千分之三 从人口数量和海岸线长度来比较 潜水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这一点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已经开始逐步显现 学校 军营都纷纷开启了潜水课 未来潜水运动将会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 发挥作用 为了培养更多更专业的潜水员 余祥坤正在筹划创办一所潜水学校 这将是继湛江潜水学校 和广州潜水学校之后 中国的第三所 目前这项计划 已经通过了中国潜水协会的批准 那对于中国未来的潜水运动的发展 您有什么展望呢 潜水这个项目 这个运动 家长让孩子去学潜水 会带给他一个终身的 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爱好 在国际的体育运动项目 从危险程度上来讲它非常低 只要你学会了 然后去潜水是非常安全的 它比骑自行车 比骑马 攀岩 滑雪 甚至它低于打保龄球的危险系统 我们从中在起到一些推波助澜 和推广发展的作用 除了这个事业以外 我觉得心理上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荣誉感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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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